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了十八大净身出门 他就算上上签的 我曾经跟大家讲过 什么叫净身出门 如果你看过金庸小说的话 大家对宫廷历史稍微知道一点的话 大家就明白啥意思 所以作为苹果日报写这篇文章的这朋友来讲 挺损 让作为政法委书记 掌管着相当部分兵权的周永康先生 要净身出门 那对男人多少有点侮辱的感觉 结果呢 到了今天 前后没过十二小时 我们发觉 没有 不用净身出门了 为什么呢 撂菜了 歇菜了 温水煮蛤蟆 水开了 蛤蟆汤要喝了 BBC有篇报道 这么说的 那BBC网站在两个小时前 披露出一个消息 薄熙来案发酵 传周永康受到调查 在我们整个石头评述和今日点击当中呢 我一再跟大家解释 作为周永康来讲 他的整个的政治实力远远不及薄熙来 那很多朋友认为薄熙来本身呢 上面有靠山 周永康是他的靠山 我一直讲 是从官位上讲 是这个样 但是从政治实力上讲 远远比不了薄熙来 所以我们也看到 周永康将会站在台面上 被曝光 被裸体 这是肯定的 但是呢 在整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看到更多的呢 就是披露出有关薄熙来和他太太 那整个这个家族之间的一些内幕 这个内幕他反映出来的 就是中共决定置办这个薄熙来之后 他的后效一连串的反应 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了这一连串的反应 我们也看到了薄熙来在被管制之后 披露出来的消息说 他把责任会推向周永康 因为他们俩是扯不开的事 他们俩是一体的 当他们俩是一体的时候呢 作为中共县职官员的这个官阶官位来讲呢 那周永康就是比薄熙来高 他是常委 他掌管着整个中国的司法 刑法等等所有的政法委系统的 所有的东西都归他一个人说了算 他是皇帝 他是皇帝 在这个背景之下 作为薄熙来推卸责任 那是非常正常的 但是薄熙来整个政治实体 他的这种政治力量 权力的力量 他这种深厚度是周永康不具备的 如果周永康具备 周永康没必要跟薄熙来联手 扭过脸来计划去做掉习近平 他自个儿都干了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自个儿有那本事自个儿干了不就完了吗 他干不了 他干不了的时候呢 自己又知道过去的时间里很多事情呢 就是海外成为血债帮 他必须要找一个人能够掩盖住 而这个人必须心狠手辣 量小非君子 无独不丈夫 这是在街面混的很多老爷们说的 这无独不丈夫 如果轮到谁脑袋上 扭过脸来 大家都说这小子不是东西 这小子你忒狠 忒坏 你必须离他远点 那作为薄熙来 就是这么快料 薄熙来还有本事 又有家族的实力 又有整个政治势力 这种政治势力 就是他的裙带的关系 这些周永康都不具备 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 我一再跟大家说 拿掉薄熙来 后面再拿周永康很容易 那拿掉薄熙来之后 他一定要大需要时间清洗掉 跟薄熙来有关系的这些网络 他的网络 大家前面很多文章有介绍了 包括军队里的张海洋也好 或者其他的太子党 你比如说陈元也好 无论是谁 他有表态 但是表态之后 我们看到的是陆陆续续的反应 这种陆陆续续的反应 它表现出来的 是太子党这个层面 太子党这个层面 是整个家族 几大家族 邓小平 镇压六四的学生之后 所形成的今天的利益集团 以太子党各个家族的方式 占据着中国整个政治经济金融 所有社会的层面 但他们都是以国家的名义 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现金的状况 所以老百姓反腐 我就说 怎么讲呢 这个体制造成了这种腐败 但是我们也看到 在这次过程中 对于所有的中国人来讲 中国社会来讲 中国的历史来讲 中国的文化来讲 都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薄熙来被拿下 而且整个落了 我说落了听了 一开始说落了听了 现在应该说糊了牌了 那这个牌糊了之后 甭管是对的糊 胖胖糊 屁糊 你爱怎么糊就怎么糊 他糊了 糊完之后扭过脸来 周永康其实不成牌 周永康就是中间一个过渡 我说过渡 就是周永康完了之后 接下来就是整个血战帮 这个整整体的血摘帮 就是以江泽民作为代表的 但是我们也看到 放料的网站 极力要把江泽民 跟周永康化开 甚至有个网上 我今天看到 另外一个爆料的网 那结果这爆料的网 我想引用他的消息的时候 我发觉前十分钟 我还能上去 后十分钟我看不着了 这个网也不知道 不是被谁给黑了 到现在我们做节目的时候 现在早上大概 十来点钟 九十点钟 这个网到现在开不开 但是他谈到了说 周永康跟江泽民 始终就不是一条线上 狠 我跟你讲狠 你说太子党在处理的时候 我一直说 太子党他们之间有感情投资 作为薄熙来来讲 比如说温家宝和胡锦涛 处理他的时候 要面对的其他一些太子党 跟他发小一起的 光着屁股穿屁帘一块长大的 在这个背景之下 他感情上不能接受 所以这是作为胡温处理上最难办的 但是原来江家帮的人 都是花钱买的 我就还是说这最通俗的比喻 花钱买的女人你信吗 花钱买的女人 等你没死的时候 牛脸把你的全卷东西 能卷多少就卷走了 那作为江家帮 原来在得势的时候 老江能立着的时候 那在利益的背景之下 他圈在一起 当老江夸插 连照片都弄不出来的时候 都低了不起来的时候 四分五裂 把别人跟自己说清楚 把别人都弄 谁倒霉 还琢磨着你要倒霉的时候 就把一斤给你踢出去了 不是你正倒霉的时候 所以作为周永康 我就一直说 不光是死定了 这回就是水开了 该喝蛤蟆汤了 那他引述的是明镜新闻网 我多次跟大家解释过 很多消息是透过明镜新闻网出来的 而明镜新闻网出来的消息 大概就是我刚才提到 把周永康卖掉 说江泽民坚决支持 法办薄熙来 法办周永康 而周永康是当年是他给提 他给顶上来的 对不对 这你要弄清楚 当年是他给顶上来的 非要抢这个政法委的位置 接替罗干 为了掩盖罗干 曾经在操控政法委时 跟江泽民 执行江泽民的意见 形成了610的办公室 形成了第二个中央 形成了把胡锦涛当成小媳妇 给顶在那儿 整个的事实是正的事实 所以今天他要划清界限 把周永康卖了 剁碎了卖还不是整尸卖 剁碎了卖 说的很清楚 一点肉汁跟我都没关系 文章接着讲说 引述北京政治圈内的人事化 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前举行了两天秘密扩大会议 做出两项决定 对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展开秘密立案调查 那延期召开中共18党 我不知道这个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的时候 为什么展开秘密调查 那秘密调查 那周永康应该知道 对吧 对周永康应该不是秘密 那这个秘密而言 一定是对咱老百姓 对外界 那为什么对他进行秘密调查呢 那我们在过后的时间里 我们会看到周永康会出来 见个什么外交部长之类的 见一个打嘎不打嘎的事 就是周永康还会出来 这就叫秘密调查 我们能这么解释 第二个 延期召开中共18大 那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 因为延期召开中共18大的话 这就造成了今天的局面要持续下去 这一场斗争将可能延续到整个2012年 如果延续到整个2012年 那这样的局势不被打破 要顺着这个局势干下去 江泽民死定了 江泽民死定了 现在怎么死法 最后死的时候跟老百姓是什么交代 大家可以考虑这问题了 因为如果只办掉周永康的话 不用延期 延期就是说周永康现在已经被办的过程 就像我刚才提到 这锅汤 这锅含汤已经冒泡了 该割料的割料 放油放完了 油已经从肉里出来了 所以您爱吃荤的荤一点 爱放点这料 放点那料 你是按照广东的做法 还是按照东北的做法 还是按照西北的做法 随您变 您想怎么办 怎么办 现在就是口味问题 如果是口味问题的话 我们说周永康已经没得选择了 那周永康就等着大家伙分汤 点把他 点把他的过程 他一定要向大家伙表现很好 这只蛤蟆老肥了 而且汤煮得很好 一定孝敬各位 让大家有欣赏的余地 欣赏的余地是什么 周先生会照方抓药 向着王立军先生 像薄熙来夫妇一样 把他知道的往外兜 往外兜 因为得把肠子堵得都都干净了 那汤煮的才好喝 谁也不愿意煮个蛤蟆汤 里头有五脏六腑 连大粪都没清出去 你说那汤怎么喝 一码勺坏一锅 不能喝 所以我们将会看到 跟薄熙来夫妇 类似的场面 那这个戏就唱下去 所以大家记住 十八大如果延期 这就意味着 后面的江泽民死定了 就像好多朋友说 涛哥你什么时候能够说 江泽民死定了 现在说了 文章接着介绍说 在前些时间 互联网上多次出现 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 受到薄熙来事件的 牵连的报道和传闻 但是这些消息 至今无法得到进一步证实 周永康 星期二在北京会见了 全国司法系统的 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并同部分代表进行了座谈 知道什么叫秘密调查了吧 文章接着讲说 就在这个会上 周永康向与会者强调 始终以胡锦涛同志 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 完了 这就基本就完蛋了 我刚才就跟大家说清楚 这锅汤比较好喝 这锅汤煮起来 比薄熙来那锅汤喝的容易 因为口子已经大开了 没招了 所以大家就继续往下看 这个大戏一幕一幕 我们说了第一幕第二幕第三幕 现在真正可能进入到高潮的时候 就是我说的 真正的高潮应该是江泽民死定的过程当中 那只蛤蟆 当然您愿意喝就喝 不愿意喝就不喝 有人说那只赖蛤蟆 赖蛤蟆反正咱不敢碰 我看着恶心 喝不喝随您了 反正汤是煮了 蛤蟆也进锅了 扒了皮没扒皮 没看着 反正现在这过程当中 我们能感受到 会看到更多的内幕 那文章里接着就提到 温家宝的态度 文章讲说 回顾过去的一个多月的事件发展 薄熙来在温家宝发表严厉指责 重庆市委和市政府的谈话 也就是3月14号 之后 薄熙来还在人大的闭幕会上露了面 而一天之后 薄熙来就被撤销了在重庆所担当的 包括市委书记在内的一系列职务 瞎的都能看得出来 周永康不是死定了 周永康死了 完蛋了 所以呢 如果对于我们一开始提到 就昨天节目当中 苹果日报那篇文章写的呢 我觉得好歹呢 确实给周永康留了个面子 没被静身出门留了个泉 但留了这个泉呢 给煮开了 煮成了一锅汤 那这锅汤喝完了之后呢 是给大家垫垫底 垫底的意思呢 就是现在吃饭讲究都先喝汤 大餐没开始呢 大餐后头 您说是吃癞蛤蟆 吃青蛙 吃田鸡腿 随您便 估计还是这道菜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